嗨 學生們 現在我們會談論 Unit 2 這是我們英文課當中最多講中文的一次 那一樣我們第二課會分成兩個影片來把它看完 首先我們先看到第一個部分 這個課文是在講日常生活的問題 可以算是日常生活問題 但是也可以算是普遍的社會現象 所以他用一個生活當中的場景 開始 這個場景就好像我們中文有時候寫作說 用一個小故事擺開頭 但是注意到小故事要講到重點就好 千萬不要沒完沒了 而且小故事要不然就是比較幽默一點 要不然就是要顯現出那個衝突點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像一個hook一樣 像一個鉤子一樣hook 把人家的注意力把它吸引過來 那我們就來看看是什麼樣的場景 他說 Sorry for keeping you waiting 有人在講話 他說 Sorry for you are sorry for something 好 那譬如說你可以說 I'm sorry for interrupting you I'm sorry for bothering you 打擾你 我很抱歉 You're sorry for something 好 因為for是介系詞 所以後面我們動詞就要加ing了 for keeping you waiting Keep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這個又是一個說法 讓人家在那邊等 keep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持某人一直在做某事 I left my cell phone at home so I went back to get it Adam said as he apologized to Vicky as 我們說是when或者是while的意思 ok 好 when或者是while 好 用as的話當然呢 第一個 因為呢 他有強調同時 ok 好 事情是同時在進行 一邊說 他其實一邊就在跟他道歉 ok 一邊敘述一邊道歉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as的話是一個 比較我們所謂的叫做書面語 就是書寫上面用的 as he apologized to Vicky after arriving an hour late an hour 這有點誇張吧 ok 要是你是女生 你會覺得怎麼樣 好 不要說女生啦 跟朋友約的話呢 對方遲到一個小時 要說的話 我一定是會翻臉的 ok after arriving an hour late for you are late for something ok you are late for the date you are late for work you are late for school you are late for the meal ok or you are late for everything well hopefully not ok late for their first date date的話呢 通常指的是一種比較私人性質的一種約會 我們叫做date 如果呢是有公事要辦的 或者是說呢 是屬於 就說不是屬於私交性質的 那我們會叫什麼 會叫做appointment 對不對 ok for example you say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dentist 跟牙醫約了要去看牙齒 ok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dentist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lawyer for example Vicky tried to be polite try to 我們說這邊用try to的話呢 ok其實還蠻有畫面的 表示呢做這件事情是怎麼樣 是有困難的 因為呢這個女生可能已經很不高興了 你想想看如果是你等一個小時你會怎麼樣 好所以呢 但是她還是要表現她的修養 所以她努力的試圖的要表現的有禮貌的樣子 try to ok so she forced a smile forced a smile 應擠出一個微笑來 and replied it's alright let's order something to eat while they were waiting for their food Vicky discovered that Adam had been checking his cell phone had been checking 然後這邊有點奇特的東西啊 ok 我們看一下她的結構啦 她是head 加上bin bin的話是B動詞的過去分詞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head加上什麼 加上pp 對不對 好那head加上pp 我們叫做過去 完成式 對啦 好 但是後面又來一個checking 這個checking看起來有點討厭啊 ok 不過沒關係我們再來看一下 checking呢是ing嘛 那前面有個b在那邊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進行式嘛對不對 B動詞加上動詞ing 這是進行式啊 I am singing I am running You are talking 這個是進行式 好所以呢合起來這個叫做 過去完成進行式 ok 那所謂的過去完成進行式 為什麼要用過去完成 那如果同學有印象的話 我們說過去完成的話呢 是用在比過去的時間點更前面 你要表達的是比過去的某一點時間 更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好那這邊就是為了要表達什麼 表達說呢 在Vicky她發現到之前 其實呢 可能一次說其實 就是眼角魚光吧 就瞄到 或是感覺她就是不停的啦 就是這個Adam就一直在那邊看他的手機 所以呢 這邊的話等於是呢 在她發現之前 她就呢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好OK 好就已經開始了 那用進行式 為什麼要用進行式 我們說進行式強調的是什麼 強調的呢就是持續在發生嘛 對不對 OK 所以這邊表示說呢 從呢 她發現之前 Adam就一直在看她的手機 沒有停下來 眼睛就是幾乎可以說是 Glued on the screen 整個就黏在那個螢幕上面 那個目光都沒有移開這樣 OK 好 所以這邊同學可以了解嗎 所謂的呢 完成進行式 表達呢 是從 過去的某個點 到 我現在要指的這個點 那這邊 我現在要指的這個點的話 就是Vicky發現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呢 從她發現的時候 之前 Adam就一直在看她的手機 其實也就是說呢 幾乎可以是說呢 其實她雖然在那邊跟她講話 然後在那邊點餐 其實呢 這個男生都沒有 都沒有在注意啦 都一直在看她的手機 好 Just as she got the chance to talk to him As的話我們剛剛講過啦 也是呢 當的意思 那用just的話是強調 就在呢 她終於有機會可以跟她說說話的時候 Adam's cell phone ran 又來了 OK 然後ran 這個字請同學注意到 因為現在用這個字的比例很高 因為呢這個 身上戴著手機 手機響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 也很容易出現在你的作文當中 好那所以呢 要會用她的過去式 好這變成 ring 過去式 ran 過去分子 wrong ring,ran,wrong OK 好不要變成rng 拜託 OK And he answered it without delay 立馬接起來 OK He talked continuously and totally ignored his date who was sitting right next to him 好這邊我們又看到這個 逗點加上who有沒有 逗點who who was sitting right next to him 好那這邊我們說這個逗點who的話 我們說叫做什麼 非限定的形容詞子句 OK 好那非限定的話我們說呢 它提供的是什麼 extra information 也就是說呢 你不需要用後面這個地方來指定說是誰 對不對 因為這個his date就是Vicky 也不會有別人 你說坐在他旁邊的那個Vicky 難道還有一個不是坐在他旁邊的Vicky嗎 所以這邊呢 不需要用這個 坐在他旁邊去限定 他的哪一個約會的對象 因為約會對象就這麼一個 所以這邊只是補充說明啊 就坐在他旁邊 這個的話其實當然是有一點 在講說現在一般呢 我們使用這個手機常會這樣 比如說呢 兩個人呢 就面對面坐著 可是呢 個人都看著自己的手機啊 有一點 到底這樣是有沒有在這個聊天溝通 也很奇怪 20 minutes later When Adam finally hung up and turned back to Vicky Hung up OK 是Hand up的過去式嘛 對不對 我們說Hand up叫做 瓜團電話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其實呢 手機並沒有像這個 所謂的這種 一般來講有線的電話呢 是會有一個說把話筒放下 的那樣子動作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會用 一般呢 打電話的那些詞語 來呢 轉而用在手機上面 雖然呢 其實手機現在 常常你就是只是一個 螢幕上面按一下 然後就可以掛斷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會用 Hand up OK And turn back to Vicky He saw nothing but a furious face Nothing but Nothing but Nothing but 的話呢相當於就是 你也可以說叫做什麼 你也可以說叫做 only OK OK 那個but的話呢 其實在這邊呢 就是有 Except的意思 OK 好 好就是說呢 他呢看到 他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除了 A furious face OK 所以呢 代表你也可以說 He saw only a furious face OK Why don't you date your cell phone Date OK 這邊你常常注意到啊 他說Date your cell phone 他沒有說Date with 這個地方很容易 因為中文的關係 所以搞混 OK 同樣的情形是什麼 結婚那個字也是一樣 Marry 有沒有 OK You date someone You marry someone OK But you don't date with someone And you don't marry with someone 加一個with 意思就不一樣 OK 好 加一個with的話呢 譬如說你說 I date with Mary 聽起來好像是呢 你跟一個男生約會 Marry跟另外一個男生約會 但是你們呢 共同出去玩 這樣子 OK 當然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 但是不是你要表達的意思 對不對 OK So Then she stood up and shouted Don't ever call me again Don't ever 好加一個ever是強調 表示說不要再 絕對不要再有任何一次 OK 善也不要 Don't ever call me again Don't ever call me again Obviously Vicky felt insulted OK Insulted Insult 是什麼意思啊 誒 誒 侮辱啊 那家一滴過去分詞 做什麼 做形容詞 He felt insulted And believe that Adam had a greater crush on his cell phone than 好 這邊請同學注意到 OK 好 你這邊呢 既然有這個比較集 所以呢這個greater then 這個then呢 要把它用完 要把它用到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 had a greater crush then he had on her In fact like Adam many people who have cell phones in modern society can't stand OK 好 can't stand 的話呢 我們說叫做什麼 忍受 can't tolerate OK or can't bear OK 沒有辦法忍受 stand to be separated 好 被分開 好我們這邊呢 呃 當然你說 什麼叫做被分開 其實有時候手機忘記帶也是 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啊 對不對 或是手機壞掉 難道呢是有人故意去弄的吧 但是我們習慣上會講說 因為那感覺上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情 一個 當你發現的時候它已經是 寄存的一個現象 這時候呢 我們呢 就會用一個被動 表示並不是我們自己願意的 OK 所以是separated from OK 和什麼什麼分開 因為是分離離開 所以我們會用from嘛 表示有一個離開 就好像這個 keep someone from something keep yourself from danger 對不對 away from danger 我們也會用from OK 好所以呢 有的人是沒有辦法跟他的手機分開的 他們有辦法認受 OK with their cell phones they talk to others listen to music check email 好email的話 其實現在一般來講 大家會這樣寫 但是你偶爾還是會看到有人這樣寫 OK and download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就是一般來講我們叫做什麼 apps right ok cell phone apps ok 好 那你也可以說applications or apps but don't say app 拜託我千萬不要 ok ok so download applications or download apps as well as photos they are dependent on on this technological device on depend 動詞 depend 你是用on ok depend on ok 好 how this technological device has become so great that so that 沒有問題了吧 ok that the cell phone is now often considered consider consider 請問注意到不要加s了 好我們主動的時候你就不會加ass 你就直接說consider 什麼什麼東西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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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onsider it a great movie we consider it a great movie we consider hidden figures a great movie 好你就不會有ass 所以呢你這邊也是 is considere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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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ok 好 some cell phone addicts cannot even imagine life without their cell phones as a result 因此呢 as a result ok 就有一個東西叫做 disconnect anxiety 你有嗎 ok 好我們先到這喔 bye bye